咱们这个椭圆机拆开包装以后 所有的部件都摆放在下面 先来介绍一下 这个是左右套板架 上面右 这个是右 这边是左 这是两个套板 到时候会装在这上面 这是摇臂的八手 这个是扶手上面一个托盘 放手机 iPad那些东西 这是坐垫 这是调节坐垫前后的 这个是调节坐垫高低的 这是前脚管 这是后脚管 所以前脚管上面有两个滚轮 这是工具 这是螺丝 有多种 对应的螺丝 等一下安装的时候 会讲到 这是固定坐垫的 这个是固定前摇臂的 这是主机 这是前摇臂 也叫前立柱 这个是扶手 下面演示一下怎么安装 首先安装这个前后脚管 让主机固定 固定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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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螺丝是不大可能会混淆的 因为它每一个位置的螺丝大小都不一样 稍微紧一下就可以 接下来安装后脚管 同样的螺丝 接下来安装后脚管 接下来安装坐垫 这个坐垫调节组高低的 直接插进去即可 后面有一颗旋钮 这个是固定的 这个是调节坐垫前后的 可以 使用这个旋钮 黑色的将它固定 然后坐垫 坐垫螺丝固定 接下来安装前垫柱 注意方向 安装垫柱的时候 注意一下 这里面有一根线 调节 调节那个阻力的 调节磁控阻力的一个调节线 首先将 这个立柱下面也有一根线 这个是要接起来的 怎么接呢 将线头的一个球头卡住 这个可以拉的 安装好了以后就是这样 然后把底下这个螺丝 给它紧一点 这个小螺丝 可以了 这个就特别准备的 接下来安装 踏板 立住这几个螺丝 给它先装起来 装好以后安装踏板 这里使用的是几颗最小的螺丝 最短的那个 用六颗 三个方向 共六颗 每个方向两颗 这边有两颗 这边有两颗 使用六颗 使用六颗脚扳手 将它固定 接下来安装 接下来安装 踏板 首先将踏板 固定在踏板架上面 使用几个 六倍型螺丝 这个的话要分左右的 只是装踏板的时候 这个踏板是不分左右 踏板杆 两根踏板杆 这个分左右 这种踏板使用的是这种六角螺丝 或者说 稍五颗 还要是 把这种肩带站 利用幺 持有 锅货带 切成 双 为什么 i know you 接下来安装踏板架 到主机架上面 注意分清楚 机械是这个方向 跟左右的 这边是右边 对应的就是右边这个脚踏架 接下来就是左边 前面固定住的 现在固定脚踏架的后面 后边的话 注意看一下这个螺丝 黑色的最大的螺丝 它上面也是分左右的 这上面有一个 L就是左边 这颗螺丝的螺帽上面 有一个大截的字母 R 这表示是右边 也就是对应的这边 先将左边装上 有个小垫片 记得 垫上就可以 然后螺丝对准这个曲柄杆 使用搬走 左边的话是逆时针 逆时针装 这个螺丝分左右 是为了防止 使用过程中会松动 所以左边采用的是 逆时针螺耳 右边采用的是 顺时针螺耳 这个从单车自行车的脚踏是一样的原理 这是右边 右边是正常的螺丝方向 顺时针螺耳 直接拧紧即可 首先对好 如果方向不好拧的话 就把这个脚踏给它转一下 就把这个脚踏给它转一下 一张打击 再来 一张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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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 三张打击 可以了 拧紧了 接下来安装摇臂的两根扶手 注意摇臂是往两边张开的 可以了 使用的是8号的短螺丝 一边两颗 拧松出来 拧松块 蓬松圆 好 这边也是一样 对于用户使用过程这些螺丝都要拧紧 因为这现在是拍个演示视频 所以有些螺丝里面不是很到位 接下来把扶手安装下 这里有两个扶手 这个是前后摇 就是使用过程中 骑行的过程中 这个是摇臂 这个是把手 上面有两个蓝色的球头 这个也是可以 反正两种都是扶手 一个是运动的 一个是静止的 这就看个人的使用习惯 你看看这个把手是不是朝 对这个把手的方向 是对的 这个是托盘直接套上去的 刚才 试一下把这个托盘拿下来 再重新装一下 对这个直接套上去就可以 这是下载那个 手机上面的一个APP 这里有二维码 然后这个 刚才地上有个这个小东西 这个是跟APP 这个是蓝牙接收器 发射和接收的 这个东西装在哪里呢 装在只要是运动的地方都可以 装在这个脚踏架的 这个位置或者是左边 这里都可以 因为它是根据这个运动的 来计算的一个相关的数据的 这个具体的使用APP方面的话 大家下载那个下载以后 手机呢打开可以 里面有很多内容 可以自己可以了解一下 全部装完的机器就是这样的 对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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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